我們來看看這個星空的這個濾鏡 這是在剛剛講的 另外一個學習重點 你打開之後就看到 CC Start Burst 那這個有些濾鏡在AE裡面 尤其是 這跟一般3D軟體都一樣 屬於所謂的分子運動的 在AE也是一樣 分子運動 你看星星像我們這樣一塊一塊 就一顆一顆的 這種分子運動 像水啦 煙啦 那些其實都算是所謂的分子運動 分子運動 所以呢 你只要 套用這個濾鏡之後 基本上它就是動畫了 即使你沒有加上關鍵一顆 即使沒有加上關鍵一顆也是一樣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來建議一個什麼 空白的 而且是白色的哦 如果你的星星 你想要變成其他顏色的 你就用別的顏色 反正我們星星都是白色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AE裡面 那因為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要放在哪裡 整個動畫的最下面 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先收起來 等一下我放在最下面 好 所以我增加一個空白的塗層 新的 solid 把顏色設為白色的 把顏色設為白色的 好 我按確定 你就把它拉下來 放到最後面 為了避免會混淆 我先把其他的把它藏起來 好 把它藏起來 當然可以的話 因為要撐 撐開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這個size 因為我剛剛有改過那個size 原則上我的size 我要跟場景一模一樣大 如果你跟我剛剛一樣有改過了 他會記得你最後一次的 最後一次的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這個 讓你的新的空白圖層 跟合成一模一樣大 有沒有這樣就回來了 這樣就回來也可以 手動改也可以都沒有關係 這樣是不是就一樣了 好 增加好了之後 我先放最下面 濾鏡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 你看 有一個叫做 Simulation Simulation就是模擬的意思 模擬的意思 有沒有一個叫做 Starburst CC Starburst 好就是心心這樣噴出來吧 這個 你把它按一下 做好了 金雷雅雅雅雅雅 它是動畫喔 有沒有 只是你的效果 你不一定要那麼多顆嘛 對不對 再來 大小也可以調 所以我們就要回到什麼 這邊來看一下 你這樣做好之後 我們來看看 它裡面有這些參數 有這些參數 還有呢 你的那個什麼 我就直接進到這邊給各位看 比較快 我稍微講一下 到底這些參數 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頂起來 這樣放大一點 各位 Skater就是我們心心的什麼 散亂的那個方法 好 你看我們現在預設 都沒有這個關鍵語格 可是它會動 它會動 Skater 這個散亂的程度 再來 速度 就是我們剛剛整個動畫的什麼 速度 我剛在這邊的時候 我拉動有沒有 這個動畫的速度也可以調 你可以快一點 可以慢一點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size指的就是 星星的大小 還有什麼 每一個星星的距離 好 星星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先調整一下 我的Skater 有沒有發現你要 散亂比較多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 比較混亂的 然後速度呢 如果你不要這麼快 你就調慢一點 這樣子我們 整個動畫的速度就會變慢 好 就是星星的速度就會變慢 再來就是我剛講的 這個size 如果你覺得現在這個星星好大一顆 你可以叫它小一點 這樣有沒有比較小顆 對不對 小一點 越小的就看不到了 好 那你可以看看 噔噔噔噔噔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很簡單 簡單 所以 你現在呢 就可以把剛剛的 地球 還有上面那個雲 我們就打開 這樣一起動的時候 有沒有 就有感覺 可是 因為我們這邊顯示感效能比較差 好 所以 沒辦法做它 拉動太快 這樣OK嗎 其實這樣速度是太快了 所以我幫你把它降低一點 好 欸 如果變負的 你應該知道就可以往後退了 他剛剛正的是噴出來 負的就往回退回去 所以你就看你有沒有這個需求 比如說我這樣就好了 我就一點點 這樣拉過來的時候 然後呢 慢一點 這樣有 有沒有 稍微一點 當然你用預覽會比較好一點 預覽會比較好 預覽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預覽打開 那你就看你要做的範圍 我剛剛發現這樣做 那個工作區域太大 我就看後面這一段就好 就四秒鐘就可以了 好 得累一下 有沒有這樣速度稍微好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好啦 所以就給各位稍微試一下囉 謝謝大家